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导讀的论文主要是以下这两篇 然后他们都是在14年一起被提出的模型 那一篇主要就是Encoder Decoder的架构 另外一篇是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那这两篇呢 其实它的论文本质上 它基本上是完全类似的想法 在提出解决同样的问题 里面只有一点点些微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它们其实是 很适合放在一起去被介绍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做一点 就是这个演讲可能会的一些流程 就勾诉过 那一开始我会先介绍一些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论文 那这个论文它是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两篇被放在一起 它们的相同跟相异的地方在哪里 那接下来就是介绍 这模型本身的一些核心的部分 那我们会先做一点前景提要 会去做一点LSTM跟GRU的模型的复习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会深入就是讲 比较是真正在运算的部分 所以我会先定义一下一些符号的部分 然后讲一下它的encoder跟decoder 个别的架构 它是由哪些layer去组成 那运算是怎么算 然后它在怎么训练的过程中 它是怎么去设定它的load function 等等这样的机制 那最后我们会再来去补充一下 在Chain这个sequent to sequence model的话 它有没有什么样的tip是可以协助我们 把这个模型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 那这里主要就是会涉及三个部分 就是会讲一下一点点的attention 然后还有schedule sampling跟bin search的概念 然后最后复乱的话 其实会附带去讲一下wall embedding 也就是wall representation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我的reference相关 然后我的slide放在这个qrcode里面 那我们现在解决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可以思考 就是如果假设我们的问题 是有一个输入跟一个输出的话 那输入跟输出的格式呢 其实大概可以分成这五种情况 最简单的情况就是说 我其实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 我已经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 我输入的这个资料它的长度 它是一个fixed size的资料 那我输出的资料它也是一个fixed size 然后它们之间没有一些时间上的关系 这就是最简单的one to one的这个结构 那你可能就用一些比较standard的neural network的model 然后不需要有recurrent的structure 就可以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那典型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就做一般的分类 或者是image classification 它都是属于one to one的这种结构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资料 它往往就是资料 可能不是在单一时间就取得 它可能是有时间的相关性 所以它就会有所谓的recurrent structure 那有recurrent structure 它就会衍生出后面的这四种 many to one一直到many to many的结构 那我们先看many to one的结构 many to one的结构 它其实就是 因为它的输入的资料 它其实是一个无法预期 它是一个non-fixed size的sequence的input 可是它是输出到一个fixed size的output的 这个单一维度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我们需要建构这样子的输入跟输出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需要去找到一个rm-based的model 它有recurrent structure的这种机制 去model我的sequence的input这样子的结构 那它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就做sentimentation的analyst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看一段评论 然后我们想要知道说这个评论它是正平还负平 那它的输入的这个评论的这个语句 它可能就每个人写的都不太一样长 有些写的评论比较长 有些写的评论比较长 所以它的input size就是一个non-fixed size的sequence input 那one to many它的概念有点像是说 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说我的输入的资料 它是fixed size的input 可是我的输出资料它可能是一个non-fixed size的sequence 那案例比如说我们做image caption 我们可以看到那张照片 我们已经知道照片的解析度是多少 那它里面有多少个pixel 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不管我丢几张照片 每张照片它的input size其实都是固定住的 那可是我们要去描述这张图片 或这个影像里面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用了一些文字句语句去描述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说 这段描述这张照片或这个影片的话 段落会需要多长 所以这时候它的output就会是一个美女的结构 那还有一种就是更复杂一点 就是其实我对我的资料的输入跟输出 我都没有办法预期说它的资料的长度是多少 那比如说像是我们做机器翻译 就是做一些比如说英文到中文 英文到法文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我给任何一段文字的句子 其实我都没有办法预期说 我现在讲的话是长还是短这样子 所以它就是一个many to many 那如果你的many to many的结构 它其实是同时包含就是它是同时间发生的 比如说你可能是在做一些video classification 可是你是针对你看到这个video的每个frame都去做一些labeling 那这个它就其实它的many to many它就是对称的去产生 所以这么多种结构呢 其实我们用这个示意图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说我们这边画的每一个长方形它就是一个vector 那每一个箭头呢 每一个箭头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去做了一些方选的运算 那红色代表是输入的资料 那蓝色代表是输出 那绿色就是可能是我们中间去model它的这个模型 那它可能是一个rm的hidden state这样子的概念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两篇论文 它其实就是在这种第四个结构就是many to many 可是它不是同时间发生的这样子的结构 那我们先初步的先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络结构 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模型 它其实大概可以把它切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所谓的encoder 也就是所谓的编码器 那这个编码器呢 它通常是用一个rm-based的model去建构 它的目的就是说 我现在要去分析我这个input的sequence 那它是一个non-fixed size的input sequence 那当你把你的这个编码器 把你的input sequence去做一些分析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得到的一些讯息 就是所谓的这个context vector 那context vector它在中文上 有人把它翻成是上下文的向量 你就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固定的长度的vector 然后它就表现说我现在吃进来的这个 non-fixed size的input sequence 它涵盖了什么样的资讯 它就通通存在这个context vector 那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context vector 再用另外一个rm-based的model 去generate出一个non-fixed size的opposite sentence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我们就称为decoder也就叫做解码器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两篇论文呢 其实它都是这样子的结构 它都是用到encoder decoder 然后中间有一个context vector 那在encoder跟decoder 它们所选用的rm的这个模型 它们是有点不一样的 第一篇论文encoder decoder的论文 它其实它的作者本身就是gru 这篇论文的发起者 所以它在提出它的这个sequence 它在提出这个encoder decoder的结构的时候 它所使用的rm 它其实就是用gru的这样子的模型 那第二篇其实是google提出来的sequence to sequence 那它的这两个 它encoder decoder里面的rm的base 它就是用lstn的模型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大概去了解一下 gru跟lstn的运作 是怎么样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同时去了解一下 这两篇论文它其实想要传达的一些资讯 那基本介绍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导入这个主要模型里面的一些 前面的一些prime knowledge的一些准备 那这边主要就是稍微复习一下 就是lstn跟gru这两个模型 它基本上它是怎么被发展出来的 那它里面做了什么样的运算 那我们都要知道lstn跟gru 它其实就是从最基础的rn的model 去衍生出来的变形的模型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衍生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最简单的rn它其实面临了一些挑战 比如说它可能会有gradient management 或gradient exploding这样子的问题 那lstn跟gru它其实就是想要去解决rn里面 会有这个所谓的gradient management的问题 所以它导入了一个就是比较所谓的 就是除了短期记忆这样子的概念 它稍微放了一个比较长的短期记忆这样的概念 那这个所谓的比较长的短期记忆 我们就会叫它叫做cell state 那在符号上我们就是用c这个符号来去做表示 那它其实它的概念是说 我为什么现在加了这个cell state 我就可以把我的记忆稍微拉长一点 那它的概念是说 因为我在这个cell state 它其实这个你又把它想成是一个生产链 可是这个生产链上呢 它只做了一点点小小的这种linear的operation 所以它其实相对来讲 它在前一个时间点跟到下一个时间点 它所会产生出来的这个变化其实是很缓慢的 所以它等于是比较容易去把我的资讯 这个资讯流去保存下来 让它比较不容易改变 能够保留比较前面时间点的资讯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它的这个cell state上 它其实只有做了一点点 就是所谓的removement information 跟add some information 在这个cell state上 那它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它就会引入它所谓的这个get的 这个有一个开关门这样子的机制在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稍微先讲一下 它第一个机制就是所谓的ForgeGate 那ForgeGate它其实就是在做基本的一个sigmoly 跟一些pointwise的multiplication 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它会把当下时间点所拿到的资料 XT跟前一个时间点拿到的短期记忆 也就是hidden state 然后t-e这样子的资讯 我们会先把它去做concade 然后我们会把它学出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因为是forforgetGate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w下到f 然后做了这样子的矩阵乘法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把它用一个bias 然后最后去放入一个激活函数sigmoly 然后得到一个f of t 那这f of t因为它是sigmoly出来的结果 所以它的质运应该会介于0到1之间 所以它就可以去模拟说它现在是一个门 那它这个门如果降到0的话就相当于是它门是关的 那如果1的话就代表说它门是全开的 所以它就可以描述的是说 它现在要把这个资讯是完整的去保留下来 是全部都把它消除掉 那接下来我其实还要对我的input去做一些运算 那我的inputGate它其实它的运算跟刚刚也是很像的 我们其实也是在做一个激活函数搭配了一些 就是矩阵的乘法的部分 那这里我一样会去把我的短期记忆 前一个时间的短期记忆跟后面一个时间 当下这个时间点的input的letter 然后我们去把它去做了一个concade 然后一样学出一个for inputGate的这个位的参数 然后再加上它的bias之后 去做转换之后我们得到这个inputGate 那它也会是一个就是介于0到1的值 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去算一下这个ctotaT 那ctotaT它其实它的计算方式也是一样值 不过它这边是搭配上另外一个wait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rn它在算它的hidden state的运算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要去对我们sell state去做update了 那我们前面有讲说我们sell state 因为它只有做一些小小的线性运算 所以它只有加了一点或减了一点的资讯 那它到底加了什么 它到底减了什么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这一页开始去看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的sell state 它是怎么更新 它其实是会背上就是前一个时间点的sell state 那前一个前一个时间点的sell state 它到底 那就是前他sell state的更新呢 它其实就是它会先取决说 我现在要把前一个时间点所看到的这个sell state 要忘记多少 所以我们就会搭配前面看到的forget gate 然后去做了一个就是乘法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就是缩放的动作 然后再来呢 这个新的时间点的资讯呢 它其实就会用input gate去掌管 说它现在要把多少的input gate放进去 0到100%它要放多少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得到新的sell stat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利用了forget gate跟update gate的机制 其实其实我们可以去学出了一个比较long short term的state 也就是sell state这样子的概念 那它其实就是随着我的时间的改变 它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改变缓慢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会把它称为就是它是学习到的是可以有效保存 比较久记忆的一个资讯的一个管道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offget的话 其实它做的运算也是跟前面非常地雷同 我们都是把hidden state跟我的这个当下的input gate去做一个concade 然后学出是属于output gate的这个参数 然后再做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得到我的output gate 那我的这个短期记忆呢 其实就会背上我刚刚学到的长期记忆 然后再去做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然后再搭配我这里的output gate 再去做一个就是要保留多少比例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这里我其实也更新了我的短期记忆 H of T 那H of T它其实相对来讲 它就是比CT来讲 它是一个变化更为快速 所以它可能只能记得比较短时间内的一些资讯 所以它就是比较属于short term memory 那刚刚的CT它就是long short term memory这样子的概念 好 那这个就大概是LSTN的概念这样子 那GRU其实它就是再稍微做了一点点变形 它的主要的核心的想法就是说 一关于forget gate跟input gate 它的作用其实有点是相反的 就是说如果我想要保留前面的资讯比较多的话 那我可能就后面的资讯就不需要增加那么多 但是如果我前面的资讯想要保留这么多的话 我后面的资讯可能就可以少记一点点 所以它就是把这两个get 因为它们就是择一选多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它就把它融合成一个叫做update gate的概念 在它的GRU的模型里面 然后它在保留它的记忆的部分的这个hidden state 它其实就是只保留了 它这里其实就没有两个通道 它就是刚刚LSTN它其实会有hidden state跟cell state 那它这边其实就把hidden state融入到cell state 所以它只算了一个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它这里其实它的概念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个state它其实要被学习 那它被学习 其实我们原先是透过了 我们原先是透过了这个forget gate跟input gate的方式 去让它做学习 那这边我们主要就是想要去改变是说 那我这边前面要forget多少 其实我其实可以是用e减掉立体 那这个立体其实相当于就是有点是刚刚的这个input gate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这边会有一个e减立体跟立体直接过来的部分 那e减立体它就是保 它就是对的是它前一个时间点的long shorter memory 它要减少多少 可是立体它其实就是保留当下要增加到新的ht里面要多少资讯 所以它其实就是用一个e减掉这个立体这样的概念去模拟出 我只要有学习一组参数 就可以同时达到forget gate跟input gate的效果这样子的目的 RT是另外一个activation吗 RT吗 那两个sigma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 Sigma其实它都代表的是就是activation function 那它因为activation function它其实只是 它activation function本身其实是没有参数的 它只是一个运算的方式 对所以它可能可以选sigma 它也可能可以选hypobotic tangent这样子 对 好 那再讲完就是它核心的这个就是 里面会使用到RN的模型 它的差异有可能是LSTN或者是GRU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本身真正的运作方式是怎么进行的 那因为等一下其实可能会牵涉到一些说明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大家一些符号上的基本的定义 可能会对于等一下的说明会比较好理解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我把符号分成两块 红色的话是forencoder这边的符号 那蓝色的话是fordecoder这边的符号 那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叫做b of s 那你其实可以把它想成它是sauce的vocabulary size 也就是说假设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英文转中文的这个翻译问题 那我的vs就是我的英文里面有多少词汇这样子的数量 那我的这个vt其实就是target就是我的中文 它的vocabulary size 我中文有多少词汇这样子的概念 但如果你现在是在做同一个语言的 比如说chirbar这样子的问题 那你的vs跟vt很可能就是同样大小的一个量子 它是一个纯量就是一个常数这样子 那x of i 跟 y of j 它其实就是描述的是说 我现在拿到这个input sequence跟output sequence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sentence sentence是有很多字去组成 那这个sentence里面的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第三个字 其实我就会分别用xi x1 x2 x3 或者是y1 y2 y3 去代表它是input sentence里面的第几个字 或者是output sentence里面的第几个字 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都还先用one half vector 去表示它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用one half vector 去描述一个单字的话 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一些embedding的vector 去改善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xi bar跟yj bar 其实就是在把那个sentence里面的word 去做一个wall embedding之后 得到的那个向量 那你要怎么从one half vector 去转到embedding的向量 其实你就会去有一个embedding的metric 那它的要获得embeddingmetric的手法 有非常多种 这个我们会在附录的时候 跟大家稍微去阐述一下 它的一些发展流程 所以这边就会有for source的embeddingmetric 跟for target的embeddingmetric 那最后的话 因为其实里面它基本上还是一个rm-based的模型 所以它会有它的hidden state的vector 需要去做一个储存 所以在第几个字它的hidden state 在stores跟target 它就分别用his或hjt这样去表示 那以上这边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一些符号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我们先focus onencoder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encoder 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图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会有主要两个layer 我们要去看的 第一个one half vector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 把每个字都用一个vector size的向量去描述 然后只有代表那个字是1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其实它比较没有什么技术 所以我们就不特别探讨这一层 那我们主要探讨的是encoder的embedding layer 跟encoder的recurrent layer这两层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encoder的embedding layer 这个这一层呢 它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它想要把我这个input sentence里面的每一个字呢 去转换成它对应的词向量这样子 那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 如果我们它这个这一层 它的input跟up 它分别就是我的xi 就是前面刚刚定义的就是input sentence 里面第一个字它的one half vector 那output就是xi but就是input sentence 第一个字的embedding vector 所以我要去把我的embedding vector去取出来 其实我就是会去学出一个embedding的metric for source source domain的这个资料 那这边的话我们先稍微先忽略一下 这个embedding vector e of s 这个东西是怎么运算出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 它基本上它的这个embedding matrix 它会是一个矩阵的结构 那这个矩阵的维度它会是一个d乘上v of s的这个结构 那v of s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source它的vocabulary size 那d的话会 我好像忘记定义到d了 d的话它会跟我们点下rn的一个hidden state 它的size有多大会有关系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说encoder的embedding layer 它是怎么去做一个运算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进入到encoder的recurrent layer 那这个encoder的recurrent layer 它其实它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它开始要去把lstn或gru的model去建立 然后让它去转出它对应的hidden state的概念 那这里的话 其实它input就会是刚刚我们从encoder的embedding layer 得到的这个embedding vector xibar 然后去转出对应的source 它在第1个字的hidden state的这个向量的概念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它的数学表示方式其实就是 这个phi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是lstn或gru 或者是一般最简单的rn的模型 那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它在建构这样的模型 我们都会把它的hidden state跟x去做一个concade 然后再去做中间的这些运算 然后就得到最后的这个新更新出来的hidden state 所以这个部分主要是encoder它两层比较可能比较复杂的layer 在做的事情 那你计算出这个东西来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得到了这个contest vector 那这边我们会把这个contest vector叫做lea 那它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它是 对它对target的话它就是第0个item 那如果是对source的话 它就是看那个source的语句有多长 像这边的话因为它source只有四个 所以它就相当于是source的第4个hidden state 但是它对decoder来讲它就是第0个hidden state 那decoder的部分它稍微就是多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层 但是其实也没有很复杂 那我们就依序来看 那encoder的话它其实跟前面两层会跟encoder的层layer 其实是运算上是非常的类似 只是他们是从input sequence跳到output sequence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decoder的embedding layer decoder的embedding layer它要做的事情 一样就是把onehard vector转成是embedding vector 只是它现在是foroutput sequence里面的word去做转换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它的input其实是yj-1 那这边其实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为什么会是一个j-1这样的概念 是因为说因为我们其实知道说我们的decoder 它其实是从begin of sentence这个token来 然后最后会输出一个end of sentence 所以其实我们为了这个符号上的方便性 我们会把begin of sentence视为y0 然后如果我的output sentence长度是大j的话 那我的end of sentence就会是j加1的那个字 那我真正预测出来的这个y1其实它会被我拿来当作第二个timestand的这个input 所以我这边会用一个j-1去让它的这个对齐比较好描述这样子 那一样我的yj-bar其实就是要描述dj-1的word 它被embedding vector去描述后的这个向量是多少 那我们一样是透过一个embedding的vector 可是这时候是target的这个所学出来的embedding matrix去转换出来的 那它一样它的这个embedding matrix是怎么去做运算 我们一样留到复录的时候再去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当你得到decoder的embedding layer的时候 相当于是说你已经得到yj-8这样子的资讯 那我们要把它这个东西去丢到一个rn或gru的模型 那它其实就可以仿造刚刚我们的encoder的recurrent layer的概念一样 就是其实我就是把它的input跟hidden state去做一个concade 然后去update新的hidden state 那只是这边就是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因为其实对于第一个时间点 它的这个hidden state其实它就是由我们刚刚的这个contact vector去取得的这样子 好那因为我们最终其实是要generate出一些sentence 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去predict说那我这个timestand到底要给出什么样的word 所以其实我们会需要再去把它要预测出来的这个y它的几率去做一个估算出来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的decoder还有一个output layer 那这个output layer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说 它要基于我们前面的这个学出来的hidden state呢 再去预测出第这个word它的这个probability的分布 然后才让它它才可以知道说它现在到底生成出来的这个yj这个word是要选谁这样子 那其实你就可以把他想象说你现在要生成的这个word的probability 它其实是基于就是前面的这个input sentence 跟我已经预测我已经generate出来的这些y 然后再去预测下一个字词在这个output sentence里面要是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它其实你可以去透过一个soft mix的运算呢 去产生出它各个字词它对应的一个向量的几率分布 那你要去产生这个output layer 其实它通常就是可能只会做了一点简简单单的fully connected的运算 那它就是会去做一个简单的矩阵乘法再加上bias 然后最后去把它转出soft mix对应的各个字词的几率这样子 好那这个部分大概就是encoder跟decoder它里面的一些layer 我们可能需要知道它真别在负责什么样的动作的机制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其实可能要讲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训练的 那因为我们其实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我们想要知道说 我拿到这些input sentence大X 然后我要预测出我的output sentence 我们用大Y来表示 那我的这个sequence model它的参数我们就用cita来表示 我想要用这样子的机制去产生出它的condition probability 然后我才可以知道说我真正要预测的这个output sentence里面的每个字要怎么做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稍微再去做一点点就是化解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我的output sentence它其实就是一个vector嘛 那每个vector它其实就是从begin of sentence到end of sentence里面 然后跟每个word它的一个就是向量 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化解成是YJ 然后从J从0到大J加1 假设我们的现在output sentence的长度就是真正的字的部分就是大J这么多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写 你就可以把它稍微拆解一下 就是你其实可以试着去把这个东西撑开 它其实就会等于这边的几率 就是等于这边的条件几率 那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真正拿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在预测这样的几率呢 其实我们不会直接从X出发 因为我们其实应该说X的资讯 我们已经用一个encoder的方式去萃取出它的资讯 到了content vector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把这个XT替换成Z 所以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去做这个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然后我们去找它的MLE 知道说到底怎么样的SITA 可以告诉我怎么样的Y最适合被生成出来 那你要去最大化刚刚上面这一个contentional probability 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去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就是我们因为相成可能在运算上会有一些麻烦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把对它取log 那我们知道对一个东西取log 它的这个帧数的部分它原本是相成就可以变成是相加 然后你再取一个符合它就变成直接可以minimide 从max买变minimide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视为你的lose function 那你就是要去minimide这个值 所以你就可以用gradient base的方式去把你的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里面的SITA去学出来这样子 那到这边的话大概是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基本的运作的方式 那接下来我可能会稍微讲一下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在训练或者是就是generate或testing的时候 它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再做得更好 或者是要注意的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attention 就是注意力集资的部分 那这边其实我们可以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我们先看一下这右上角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这个例子其实它是在做一个video caption的问题 所谓的video caption呢 其实就是说我现在有一段影片 然后可以取其中比如说我取了四个friend 第一个friend 第二个friend 第三个friend 第四个friend 那这你可以发想的是第一个component 这是第二个component 然后这是最后一个component 那我希望我从这个video里面去产生出一段文字 去描述这段video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我现在产生出来的文字 都在集中在表现第二个friend 所要描述的事情的时候 这时候你generate出来的这个sentence 他可能就只有看到说这个影片中有一个女人 但是他看不到其他friend 里面他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就可能没有要描述说 比如说他在组东西这样的资讯 那你generate出来的这个sentence 可能就不是一个比较好的sentence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被attention 就是比较不好的注意力机制的结果的产生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既然你知道这是不好的 那你可不可以去generate出一个比较好的attention 好那attention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们的encoder decoder 我们刚刚讲说其实encoder 我们会把它做了一连串的运算得到context vector 然后最后呢再把这个context vector 再去进阶化转到decoder的结构 然后去输出一些我们想要的资讯 但是呢这个context vector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弹性 其实这就是attention model他在做的事情 attention model其实他就是想要对这个context vector呢 他在不同时间点generate出来的一些资讯 他可以去做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加权平均化重点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他其实对于不同时间点 他所要输出的东西 他都会去学出每一个friend 他所需要focus上的注意力有多少 所以像这边的话 他其实这边的话 他就是第二个friend 他就是注意力 他就一直都把他的注意力放在这个 就是不管他再产生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还是第三个字还是第四个字的时候 他从头看这个friend 所以我们好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试着去让我们的attention呢 他是比较平均分散在每个attention里面 那你要让你的attention是平均分散到不同的friend里面 或者是不同的component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attention 去做一个regulation这样子的运算 那你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其实就是他在数学上 其实你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在你的lose function后面 你再去加上这样子的一个turn 那这里会有一个tout是你预先要设定的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想成是 我们先看括号里面 括号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说 他其实这边 这个summation其实他代表的是说 他每一个时间点generate出来 for the 应该怎样讲 就是他单一一个friend里面 在每个时间点被generate出来的注意力的和 应该就是他希望越接近tout就好 就是不要这边就是这个friend 他就是把所有时间点的注意力都集中 可是其他人就分不到注意力 这样子他就会导致说他只看到单一个friend 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当你去把它用tout减掉summation over 这个t的generation的时候 for每个注意力的friend的话 他其实就可以让他的注意力是比较平均的 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就会 这边也会有一些高的地方 这边也会有一些高的地方 每个friend都有他各自该高的地方 那他就可以catch到每一个friend里面 他应该要抓到的资讯 因为那个影片里面这个friend会存在 应该代表说他应该有他的咨询 我们不能就是很不公平的去把我们的注意力 都放在某一个单一的component上 那这是第一个你可能可以在做 就是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可以follow这样regulation turn on attention的机制 让你的模型可能可以学得更好这样子 好,第二个的部分我们其实想要讲的是schedule sampling 那schedule sampling它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机制 其实我们必须先去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说,其实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其实是存在bias的 那这个bias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training跟testing阶段 其实它是有一个mismatch的现象发生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training的时候 因为其实training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我们的就是成对的资料 所以其实我是都知道我这个input sentence 它真正output sentence的时候 应该要用什么样的input sentence去拿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reference的概念 所以其实当我在训练的时候 即使我预测 我这个当下 我的decoder预测出来的是b这个字 可是我知道我的reference 我还是会拿a 我还是会拿a去当下一个时间点的input sentence的word 但是在generation的时候 真正拿去testing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不知道说 我现在这个input sentence 它真正要回应的那个sentence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只能拿模型 generate 出来的这个值去当我下一个时间点可能的input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就是你的decoder的input 是from model还是from reference 这样子的差异存在 对 所以 那这个差异其实就会变成说 它就是一个mismatch的现象发生 所以 如果我的训练的时候 我通通都把我的decoder的input 都是from reference的话 可是我真正要generate的时候 我的decoder的input 却都是from model 它其实就可能没有办法像训练的时候表现得这么好 那你就会说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训练的时候 就不要from inference 我就让它from model 但是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也是一个可能是更糟糕的做法 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训练的时候 其实我的模型根本就还没学好 那你就很随机的让它一下去预测是 A以下预测是B 然后你把这样子的资讯 直接拿到下一个 下一个时间点当decoder的input的话 其实它就等于是 它会常常一直在翻盘 就是它一下这个t时间点还预测A 等一下t时间点又预测B 那你后面学到的这些参数 其实就常常就是浪费 这样就要重新再训练一遍 所以 其实这两个现象都不是太好的做法 对于这个bias的问题 所以有没有一个比较责重的做法 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做了一个 就是类似随机的概念在 在这里面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就是 类似纸骰子的概念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在初期训练的时候 它可能就还没学到什么东西 这时候你其实比较适合教它的方式 是跟它讲答案是什么 那当它已经学到一定的程度 它可能有一些sense的时候 其实你这时候就不一定要跟它讲答案 你可以试着让它去用它的回答 去generate下一个时间点它的input 这时候它的回答可能就是有比较大的几率 是跟reference是比较match的现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它schedule sampling的概念就是 它在训练阶段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去设计一个就是几率 那这个几率它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 就是递减 decay的这个几率 它有可能是exponential decay 有可能是inverse sigmoid 或者是linear decay都可以 就看你怎么设计 那它这个几率其实就是在描述说 我在圈顶阶段的时候 我的decoder的input 它应该要从reference出来 你要采用reference 给你的答案的几率是多少 那初期的话 因为我们训练的这个x zone 就把它想成训练的迭代次数好了 那因为初期我还没有学到 所以我就先给它答案 所以我初期会给它很高的几率 都是从reference的答案去学 那等到后期呢 我的模型可能已经开始 学到一些资讯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不要让它 再一直都从reference去看 我就让它比较多是从from model 预测出来的结果去看 那这样子就会比较有效的去减少说 它在真正在哪来 我真正训练好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在inference的时候 它可能会遇到这个mismatch的现象 它就会把它的问题减换一点 这样子 这是第二个机制 那这个手法只能用在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在训练的阶段 这样子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beamsearch的概念 其实你讲beamsearch 你就要马上反映 就是它的相反的概念 就是greedy search 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在一开始 就做好对的决策 但是真的要因为一开始的第一步做错 然后接下来每一步都做错 其实这样可能是很有风险的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先把 我们在每一个step都保留几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结果 那我就把它保留下来 那我要保留多少 其实就是看的beamseize要设定多少 假设我beamseize设为2 我就是每次探索我都保留两个最佳的结果 那下一次再探索我再保留 接下来两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一路的下去 我最后到最后评比的时候 其实我就不是就是单看当下的表现 我是看整体这个过程中 谁最到最终的整体表现会最好的现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假设我们的这个decoder 它要输出的东西就是a或b的话 那你第一个frame 你可能a的几率 第一个时间点 你可能觉得走a这条输出会比较好 那走b可能只有0.4 那如果你greedy search 你就直接就走这边 你就完全不会去探索 这右半部的这个部分的轨迹 但是如果你是beamsearch的话 我就会先把它都保留下来 那在第二个时间点呢 我就会再去看一下 如果我第一步走a 那接下来我再走a 我是走AA还是AB 还是我是走BA还是走BB 哪一个比较好 那我就去把它的几率去做一个累成 就是都发生的几率是怎样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知道 走a到b或者走b到b好像都还不错 那我就再进到第三个时间点 那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到最后好像其实走BB 会比较好 不一定是一开始AB 会比较好 那这是另外一种就是 就是你可能可以对你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去做的一点就是改良的部分 好 那最后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要讲一下所谓的那个 wall embedding或wall representation 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其实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说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里面其实有两个 embedding layer 分别在encoder跟decoder里面 然后我们就很快速的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embedding nature 去产生出来的 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跟大家说明 这个embedding nature 到底是怎么来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它就是对应到的研究问题 就是wall embedding 或wall representation 这样子的发展 那在这个语言上 就是我们在研究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其实它的发展过程大概可以这样看 就是从最一开始的话 它其实是属于比较是knowledge based representation 那knowledge based representation 它比较是基于就是语言学家 对于这些词 它去定义说哪些词跟哪些词 它可能是有一个树状的概念 对 所以它是用语言学家的转 它对这个词汇的一些专业去定义说 这个词跟词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它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 它其实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能随着就是时间的更新 我们会一直有新的样貌的词出现 但是这些新的样貌的词 到底可不可以马上都加进去 我们用语言学家所建立出来 这个knowledge based的这个文字之间 词谱的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是比较不好的 再来就是这个其实也是 比较人为主观去判定说 他觉得这个词跟这个词之间 应该是什么样的 塑状结构去鉴定 所以它很主观 然后再来就是 它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标记成本 然后它不太容易去计算 这个world跟world之间的similarity 所以渐渐的呢 我们其实就发展出 比较是属于词库的方式去描述这个词 就是它的代表性 所以就会有所谓的copus base representation 那我们再细看这个copus base representation的话 它其实大概又分成两个流程 一个叫atomic symbol 那其实就大概是one heart encoding这样的概念 再来就是导入neighbor的概念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one heart encoding 其实它就是based on我现在有多少个就是lector的side vocabulary size 然后去把它通通展成一个向量 然后只有就是就是只有size-1是0 然后只有对应的那个位置是1 这样子的lector去描述这个字词 但是这样子其实就是我们会视为每个字跟每个字之间 它其实就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看它们的相关性 所以这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一个概念是说 其实有些字如果它很像的话 它应该有共同的邻居 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用这样的概念 再去把这个world embedding的概念 再去做一个就是进化的动作 那到了neighbor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 首先我们会先学一些比较high dimensional 可是是spars的world vector 然后再来的话 那这边其实就是譬如说 我们就是会用一个window size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篇文章 然后我可能就是看这个文章字词的 比如说前后多大的window 那他们一起这些 这个window里面 一起出现的字词是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co-occurrence matrix去展开来 那我就可以得到说每一个字词 它可能co-occurrence matrix里面的column是什么 那它就是它的这个vector 那这个matrix呢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就是high dimensional的 那而且它的matrix size 它会随着我的字词的vector 一直要增加 然后你要一直把它变大 然后而且大部分的字 其实是不会一起出现在一起 所以它你这个co-occurrence matrix 它其实相对来讲 是一个很spars的matrix 那它就是它在稳定性上 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就想说 既然它有high dimensional 就是spars这样子我不希望看到的现象 那我们就把它降维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去看一下 大家怎么去对这样子的这个 这样子的这个 wall embedding的向量去做降维 那你去做降维就有两种 一种就是从高维降下来 那另外一种就是直接学低维的东西 那直接从高维降下来 你可能就会用到一些 像是奇异值分解的方式去做计算 这样子 那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是 就是它的computation 还是非常的expensive 所以其实再加上它可能 增加新的支持到你的co-occurrence matrix 你的SVD 都要整个再重新计算 所以其实它也不是一个 效率非常高的说法 所以大家就最后就是 渐渐地去演变出 就是我们就直接去学一个 比较低维度的这个向量 去表示那个word 那它就会就是比较大家 比较熟悉的像wall to rect 或是glove这样子的模型 那这就是大概是我们前面 稍微跳过说 encoder跟decoder里面的 embedding layer 它里面的这个embedding matrix 是怎么去产生出来的概念 对 那这是我的reference 那今天大概就讲到这边 谢谢 对 有什么问题吗 想问你这个 有实际跑过这样的模式吗 有实际跑 对 有 但是应用在影像还是 其实我们之前是用在 比如有点类似 anami meditation 的问题上面 对 那它有跑到影像 又跑在一般的讯号上面 对 我们其实就是想要做的事情 有点像是 如果在影像上 我们可能就是 我有个影像 那影像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我不想要的东西 但是那我不想要的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 类似 它可能是类似杂讯 或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设法去拿很多 但是杂讯它可能是 比较不规则的去产生 所以我就会想要利用sequence to sequence 可是它里面的那个LSTM 或GRU 它不是这样的结构 它可能就是一个CNN的结构 然后去还原出 它的那个 就是预测出来的结果 然后得到一个比较可能干净的图像 杂讯过滤 对 或者是可能有 上面有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 可是那个不想要的东西 它其实不是特殊pattern 对 就是我想要保留 就是固定pattern下来 可是上面比如说 可能瑕疵照片上面的瑕疵 我想把它去掉 你讲的是 我可以讲到 是不是你用类似 autoencoder的方法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让正常讯号去train 这个autoencoder 所以我还杂讯的讯号进去 就被绿掉了 对对对对 有点像这样的 numberation 是不是用tension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用tension的讯号去举吗 是单纯就是做 你只有一个 就是其实你otension 要不要放在incoder decoder里面 是based on自己的choice 就是你不放也可以训练 对 所以要放也可以 对 有可能会变好 可是这样子用在影像 你是用 你是用Seq to Seq model 还是只是一般的CNN model 如果是影像的话 是CNN model 然後用bottle encoder這樣子的方式去學 所以訊號才會用Sequence 所以另外你也講說你有跑過訊號了 訊號的話因為訊號有一些時間關聯性 那裡面可能就可以 你用CNN也是可以算 因為其實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研究 其實是希望用CNN取代RN的結構 然後你也可以用LSTN或GRU去 當裡面的學習像Sequence的特徵的一個手法 對 好 對 我們回答問一下那個Word的Invading 因為我之前也有請一位AIA的助教來台中點拍獎 可是我還是不是很了解 我有點忘記了應該是他常常講得很清楚 Word的Invading是我把一堆one hard vector 然後經過Invading矩陣 想成之後會拿出來說這個字詞跟其他字詞的關聯性的一個leg 這樣子嗎 就是你把它想成就是 Invading matrix它的輸入就是一個one half vector 那因為它是one half vector 所以它是一個就是長度會比較長的vector 那你要做Word embedding 你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你要把它的維度降低 而且你想要catch它的similarity 就是可能是相關 字詞的相關性 所以你得到那個Word embedding出來的項量 它其實就 嗯 它也是一個項量 但是它 它就不會是很多零然後只有一個E這樣子的結構 那 它兩個 比如說 嗯 比如說 車或者是 機車 然後或者是 教室 那它可能車跟機車的這個 像 這兩個Word embedding出來的項量 它的相似度就會比它跟教室這樣子的 來得高 對 那中間那個Embedding matrix是怎麼學習的 就是看你用什麼樣的手法去研究這樣子 對 好 Word embedding 因為我之前 我會在其實 我會在看一些CMN 那個RMN書在那裡還沒有看完 就是 所以有一個什麼 C包或者是 之類的那個模型就是用來算Word embedding嗎 對 那個就是 對 你今天用什麼方式去算到Word embedding 其實我沒有很明確的去看 對 因為它 可能 嗯 它中間其實你要設定的東西還蠻多的 就是譬如說 看一下 因為現在比較主流的可能就是我們去做直接學習 可是直接學習裡面你可能還是要去 去說就是 因為它也是基於neighbor這樣子的概念去學出來的時候 所以你可能會聽過什麼bygram啊 什麼 什麼 其他的gram 就是你可能還是要決定你的window size是什麼 等等這樣的手法 那裡面它其實 也有人會是說 你到底是要看前後然後預測中間 還是看中間預測前後都會有一點點差異 那你說哪一個最好其實我也不太確定 就是可能要嘗試吧 對 對 所以你之前嘗試過 還會聽過 我就可能 我只有第一波 對 所以這樣做出來就不錯了 你看它又做完還會做調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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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確保你 你可以 你中間那個函數它是可以去model input跟hidden state這樣子 然後它也可以產出下一個brand的hidden state跟下一個時間的input去做運算就可以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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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你抽換那個模型的特性可能如果都是適合處理的問題它或許有一定的幫助 那也有人會覺得就是可能比如說用gru會比較容易勸因為它相對要學習的參數比較少 那如果假設你資料並沒有那麼足的時候你其實可以直接選擇中間那個模組就用gru不要用lstn 如果你都是在處理時間的問題的話 對 然後 就是可能你要先確定你抽換的那個模組是適合處理這樣類型的問題的一種模型 然後再去決定說那你要怎麼選擇它可能會有資料量或者參數量這樣的考量 對 對 工作上有遇到 對 工作上有遇到 那你一開始怎麼找到對的程式去開始 怎麼找到對的 對 怎麼找到對的 先看別人已經寫出來這個模型 就是我覺得其實有時候因為這個發展得很快嘛 然後你也不太可能馬上就看到 你不可能把每個人的研究都看到 但是你可能可以先去思考說你現在處理這個問題 可以去代表它 那如果專門都是在處理這樣子的text的話 你就先把你的範圍縮小 然後我自己會去看一些就是網路上可能會有一些網站 它是專門在整理譬如說for這個test 然後哪些人出了哪些論文 然後再處理這樣的問題 那他們如果都有用一些benchmark的dataset的話 他們的實驗效果如何 那你可能就可以先透過論文跟論文的實驗數據去做一個初步的篩選 就可能已經有人做得更好的 你就不需要再往前看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資訊 其實並不是一兩個網站其實就會可以完全的描述出來 因為其實那個也是大家比較自發性的去把自己的研究放上去 所以其實也有可能有人沒有放有人沒有放 但是你就可以盡量透過這些資訊去做一個篩選 然後不然就是你可能可以去看一些老師他的一些上課內容 然後他可能就也做了同樣的整理 你就可以去知道說其實有很多用網路你可能不用再嘗試這樣子 所以也就是說以問題解決導向出發點然後再找對的資源那樣 對 對 你玩訊號的時候有沒有找過一些open的dataset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這個我希望 那這個希望要有dataset才能拿來玩 我 我們因為我之前的工作室公司本身就有一些訊號資料 對所以我比較沒有拿opendataset是訊號 公司的資料就只能在公司裡面玩 對 是可以在公司裡面玩沒錯 對 就只能在公司裡面玩 但是如果你不是特別for訊號的話 應該網路上還蠻多資料機可以玩的 對 這訊號我不知道 哪一種訊號 沒有我只能指的是說time series的訊號 我幫你處理的訊號像是什麼 在我們公司裡面探視訊號有可能像是聲音 他不用說到這種東西 對 就 我覺得就是跟時間相關的資料 如果是訊號的話 像什麼聲音那些其實好像 在做這個之前可能還需要有比較多的訊號處理 對 那我有做過可能比較好做的資料 但它是也是時間 它可能就是一些譬如說機台參數的變化這樣子 對 那那種可能你就可以真的是透過它 你可能它就比較不是訊號本身 這麼底層的資料特性 那你可能就比較不需要做很多特徵的萃取 就可以把它放入模型去做S Auto E-code這樣子的訊號 對 但像聲音那個 就是 通常好像直接放進去都不會很好這樣子 像一些 對 filter, denoise之類的 對對對 那你像訊號就是每一次經驗都放進去嗎 處理之後都放進去 還是然後再有一層萃取出來的一些特徵 這塊其實我沒有做到非常的多 因為我比較做的是比較是 可能就是機台參數的那種隨時間的變化 然後去看它有沒有Enami這樣子 對 所以訊號的話 之前有說有耳聞過 其實他們會去對訊號做了很多 就是 什麼播還是什麼樣的律處這樣的動作 但是這塊其實我不是很 我沒有很多的涉獵 對 那 對 今天就謝謝佳蓉跟我們幫我們分享 謝謝 我們雖然對不起高鐵的費用 但這是每次講的都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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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自由討論 待會兒 这个要按赞